automagic的朋友们 大家好 今天是 8 月 31 日 也就是我们的国家马来西亚独立 64 周年的大日子 因此今天的影片我觉得 不如我就讲讲对马来西亚汽车业 乃至整个工业都起着举足轻重影响的 第一国产车 也就是 Proton 来跟马来西亚说一声 生日快乐 在今天的这支影片里我就选出了 5 辆 Proton 经典车款来和大家回味一下 不过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 Proton 的历史 1979 年当时还是副首相的敦马哈迪有一个志向 那就是把当时还是以农业为主的马来西亚 转型成工业国 并且提出了国产车这个计划 根据敦马的说法 他是觉得我国在这个 Engineering 也就是工程领域还是很缺乏 而导入汽车工业就很有帮助 在 1981 年当上首相以后 敦马也推动了向东学习政策 也就是和当时工业发展非常进步的 日本还有韩国学习 当时敦马对于日本能够在战后短短几十年 就在科技化领域 好像这个电子工业啊 汽车工业啊有所成就 他觉得 更加坚定了他要让我国成为东南亚首个自己造车的国家 于是在 1982 年内阁批准了以后呢 国产车公司在 1983 年 5 月 7 日正式成立 并且命名为 Perusahan Automobile National 缩写就是 Proton 在向东学习政策之下呢 敦马就找来了日本的 Mitsubishi 山林汽车 成为国产车的合作伙伴 而接下来就是我要讲的第一辆车 1985 年 7 月 9 日 马来西亚首款国产车 Proton Saga 诞生了 它基于 Mitsubishi 当时的 Lancer Fiore 打造而成 再改了一点设计啦 包括外观还有内装都有蛮大的不同 对于当时的国人来说 这么一辆自主品牌的车 肯定会对它有质量上的信心问题 可不可以的哦 而在那时候也没有这个社交媒体啦 没有什么Facebook IG YouTube 这些东西 那为了要宣传这辆车 为了要给马来西亚人信心 Proton 在正式发表 Saga 的前几个星期 就举办了一场名为 Saga Rama 的全国性马拉松式奈利驾驶 当中还包括去沙巴还有沙劳越的 Sagaton Rally 听名字就可以查到是比较折腾的烂路驾驶啦 那当时总共有12辆Saga 还有37名参与者加入了这个马拉松 总共开了4109公里 包括1111公里的山路 所有车子全程都没有问题 也因此就证明了 这辆马来西亚第一辆国产车 在质量上和耐用性上是OK的 很快的这辆四门家庭轿车 就成为了许多消费者的首选 重点是它那更容易负担的价格 也让更多马来西亚人实现了用车梦 而Saga也从一开始的1.3L车型 到后来追加了1.5L车型 后来又再推出了独特的Aerobag 短尾版 这个版本就连Mitsubishi都没有哦 这些东西都在短短的两年内发生 同时Saga在国内的销量也越来越好 两年内就见证了第5万辆的诞生 而Proton也开始外销这台车 租口到孟加兰 纽西兰 文莱 斯里兰卡 新加坡 甚至是英国 而且在英国还获得了不少的奖项 这一辆经典的国民车 在后来也经历了数次的动力升级 改良 还有Major Facelift 成为了大家很熟悉的 Sara 然后就一直成为Proton的入门车款 直到2008年才正式停产 整个产品周期足足有23年 那么久 算是马来西亚最长命的车款之一 也总共生产超过120万辆 是国产车里面的最高纪录 但是Proton最风光的 还要属于在1993年推出的 Proton Vira 这个名字有多驾驭呼啸 我觉得可以用 你不知道Vira是什么车 你就不算马来西亚人来信容 尽管它已经停产了这么多年了 Proton Vira 是基于第六代的Mitsubishi Lancer 打造而成 当时它的定位是比这个Saga Iswara 还要更加现代化 配备也更好的一辆家庭轿车 我没有记错的话 当年这个Vira 一开始推出的时候 后车期就已经长达半年那么久了 那个时候好像还有一些 抢到现车的二手车商 加价售卖已经注册了的Vira 二手车比新车还要贵 厉害吧 同时它也是Proton有史以来 动力配置最丰富的车款 总共有五种引擎选择 1.3L 1.5L 1.6L 1.8L 还有2.0L的柴油 全部都是这个Mitsubishi 最经典的4G系列引擎啦 4G13 4G15 还有这个出口版使用的1.5L 4G91 1.6L的4G92 1.8L的4G93 这个限量版Vira C9010使用的 它还有分成 手排版的DOHC 还有这个自排版的SOHC版本 而柴油呢 也有分成这个NA和涡轮版本 当年哦 甚至还差一点就出了这个2.0L 4G63T 加上全驱系统的EVO版本 也是正宗的Vira Lution 那可惜据说啦 这个后来JBJ 是不批准让这款被称为 Sanvilu的中机Vira上路 所以我们就看不到它了 Vira也算是Proton车型 阵容最强大的车款啦 从一开始推出的Sedan车型 后来追加了Aerobank 再进一步延伸到这个 双门先辈运动车型 也就是Satria 然后还有这个双门Coupe的太子Putra 以及皮卡版的Arena 全部都是和这个Vira 同一个底盘延伸出来的家族车款 我觉得这辆车也算是Saga 还有Iswara 之后啦 给国人最多回忆的一辆Proton神车 虽然有很多质量上的问题 好像Proton以前最出名的 Power Window容易坏啊 还有尾箱容易进水 养鱼 车顶生锈等等 但是这辆车整体来说 还是很难用 几乎可以用开不烂来行喔 而且很容易维修 加上这台车其实很有改装潜力啊 什么MyVac GSR EVOLUTION 的引擎啊 就连车脚刹车这些都可以直接 Plug and Play 移植到这台车 外观方面你还可以玩JDM 改装成经典的这个Lancer EVOLUTION 以外呢 你还有很多不同的这个Lancer版本套件 可以安装 算是一辆很好玩的车啦 也让当年不少玩车kaki 选择了这台车 而且也因为这台车真的是 有点难开烂 开不烂 所以就算直到现在呢 已经是停长一个十年了啦 你还是可以看到路上 有不少人开着Vira 代步 做工找车也好啊 甚至载满东西 连进工地的都有 也有不少改车kaki 还在玩着这台车 但是这辆车本地 已经是没有推出这个 新的speak part 替换零件了啦 你只能找汤车 又或者是二手的零件 也因此 让Vira 成为我国失却率最高的车之一 神车就是神车 连背头都要上神台 1996年 当时还在当首相的 敦马调查Proton 要他们自己从零开始打造一款新车 而不是继续贴牌Mitsubishi的车款 Proton当时就耗制了4亿令吉 来建设全新的R&D研发部门 来开发新车 过后还收购了Lotus 这个英国跑车品牌 为Proton的车款调校底盘 在短短的一个36个月以内 在千禧年也就是2000年 Proton就推出了 Wajar 它可以说是Proton的转列点 整辆车都是Proton自己设计 还有研发出来的 不过呢 底盘还有动力组合 还是来自老乡号Mitsubishi 底盘方面甚至还是和当时的 Volvo S40共享 至于引擎呢 因为当时Proton来不及完成自家的Cam Pro 所以就暂时先用了Mitsubishi 4G18 1.6公升的自然进气引擎 而在过后Proton还推出了 使用Renod引擎的1.8公升版本 并在2006年也就是6年过后 才正式使用自家的Cam Pro引擎 虽然说是拥有这个Konichiwa日系的底子 可是这台车全车是拥有许多欧系化的设计 配备也是比较高级了一点 像是有这个鱼眼大灯啊 5个3点是安全带 这一些在当年算是比较奢华的东西 而内装方面呢 也参考了当时的欧系房车 像Pajoc啦 Moxwagen啦等等 Proton甚至当年还提到这一辆车是 Asian Answer to BMW 亚洲版宝马 哇 也信募几大一下啊 但是当年Proton 恶名招账的质量问题 还是出现在这台车身上 而且好像还更糟糕听 首先就是这个Power Window啊 再来就是这个门把非常容易断 头灯也一直烧掉 还有就是内装石板褪色的问题 加上还有这个人体工学的问题啦 像是副驾驶吹不到空调 这个相信很多做过玩家的朋友们 当年都知道 再来还有就是这个NVH方面 马马杯而已 引擎开起来感觉很粗糙哦 还有不少车主投诉说车子很吃油 这些问题啦 不过整体来说 这辆车还是一辆Houtter 首先它和Vira一样就是 也是开不烂 加上还有Lotus Handling的加持 这辆车老实说开起来操控 非常的有味道 我觉得这方面它还真的是有BMW的感觉 同时间它又很舒服做 厚独立悬挂的设计 非常的稳定 稳定性一流 甚至还好过现在的一些新车 而且这辆车的内部空间也非常的宽敞 完全不输给现在的C segment新车哦 也因此到现在你还是可以找到 不少不舍的换掉Waja的车主 老实说我是觉得 Waja这台车看起来还挺帅的 而且设计蛮耐看的感觉 就算在这个年头 它也不会说很过时啊很老水 算是属于一辆Timeless Design的车啊 你觉得呢? 如果说Waja是Proton的转列点 那接下来这台车 我觉得它让Proton的命运更不一样了 Gen2 2004年Proton发表了意义上真正是完全自主打造的Gen2 这一回不只设计 就连引擎是自家的Cam Pro 底盘也是Proton和Lotus自家研发打造出来 这台车的外形导入了大量的本土元素 什么马来风筝啊老虎啊 而且还采用了一个6倍式的设计 完全是运动风的一台车 我还记得当时小时候的 我看到报纸整面大篇幅刊登的Gen2 高清的外形内装设计的广告的时候 我整个是 哇!很像外国的新的跑车这样? 但问题是这辆车本来的代号是WRF 也就是Vera Replacement Model 取代Vera的计程车 可是Proton过于追求自己想要的运动气息 这辆车是6倍道很帅的 可是后座的头部空间就完全被牺牲掉了 而且印象中这台车它的后座椅背又硬又直 很不好做 前座的运动座椅支撑也不好 而且设计相当大胆前卫的内装也很不实际 没有服务手箱 植物空间也不多 加上整个内装都是手感不好的硬塑胶 中看不中用 和Vera家庭轿车的定位几乎没有关联 重点是这辆车看起来那么会跑 可是1.6公升的CAN Pro自然进气引擎 只有110hz 而且还要拉到很高转力踩回来 但是拉高转时引擎又吵又粗 变速箱的搭配也不怎么好 加上还有Proton一贯的质量问题 让这台车真的是几乎到了中看不中用的level 但幸好的是这台车至少它还有联化跑车操控good的元素 当年外销去台湾它还挺受欢迎的 主要就是因为操控好 而过后捐度推出中期该款时 也换了改良版的CAN Pro IFM 还有CAN Pro CPS 表现是有所进步 内装方面在后期的车型上质感也有所提升 是有加分的不少 只不过很明显的Proton市场营销做得不好 这台车并不符合我国大众市场的需求 销量不怎么样 2005年也就是GEN2推出的隔一年 Proton推出了Myvi Proton Vira很老旧 GEN2不实际 而瞄准Myvi的Savvy又 You know 这也令到Proton在我国销售第一的龙头位置 开始被Proton取代 这一方面呢 GEN2这款车开始过后 Proton所走的这个营销策略 可以说是起着关键性的影响 不过 幸好的是Proton在2006年 迎来了信任的CEO也就是 Dato Street Shed Zayna Abidin 这位大哥来头不小 他就是在2005年引入Proton Myvi 让Proton成为销售龙头的幕后策划之一 而来到因为策略问题不断亏钱的Proton过后 Shed Zayna 首先做的就是为Proton 自Shed 并且大动作的策划真正为市场需求所打造的Proton型车 第一步 就是推出了基于GEN2基础打造的家庭轿车 而且完全冲着消费者的胃口 把GEN2所有被嫌弃的不实际的设计都改掉 一推出过后马上有市场 而接下来又选了Savvy这一款小先辈 拉长它的车身加个屁股 换上更实际的动力组合 变成了我要讲的最后一辆车 也就是Saga BLM 如果说Persona的改造很聪明 那Saga BLM 我觉得简直可以用天才来形容 因为它不只大幅提升了Savvy的内部空间 尤其是后座 还多了一个尺寸蛮可观的尾箱 重点是Savvy最为人诟病的是什么? 外形喔 但是Saga BLM呢? 我记得这个外形是由韩国的LG设计师操刀 天呐 不要讲改变很大 这个颜值简直可以用好看来形容 而且这台车的它的车身比例也没有那种 Hatchback 变Sedan 怪怪的感觉 是一个很成功很成功的转变 加上实际性啊 使用性啊 舒适性啊 这些大部分消费者想要的东西它都有 除了油耗还是稍微逊色以外 还有这个MVH 也是比较差 但是它给到的是当时的MIVI所给不到的 尤其是在稳定性还有操控这两方面 因此一推出又是一个成功的作品 而在过后原厂也一直不断改良这款车 什么Saga FL啊 FLX啊 乃至现在最新的Saga 它都一直是Proton的资助车款 算是让Proton财务状况重回正轨的英雄之一 而且大家别忘了喔 它也是把Proton卖了20多年的老旧Saga 正式终结的继承者 没有它啊 我不知道这个老款的Saga 会卖到什么时候啦 这方面真的是要感谢Shitino 当年对市场需求的敏感度 好啦 我觉得影片也是时候结束了 感觉上有点长了 那以上就是我所列出5个 我觉得可以列入Proton史册 有重要性而且又有影响力的车款 不知道你们赞同吗? 而如今Proton也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 在多了新的元素以后啊 希望接下来这个第一国产车 能够继续带来更多的好车 我们就一起继带吧 加油啊 Proton 可能有些朋友会问 欸小明 怎么你没有列出一些Proton 比较特别的车款 我觉得这个可能要留到下一季了 Proton Top 5 最紧的车款 有谁去想知道吗? 在下方留言给我知道好吗? 好啦 我是小明 喜欢这一期影片的话 记得不要忘记给一个赞 还有就是分享出去 当然 订阅我们的频道是必须的啦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哦对 马来西亚生日快乐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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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